好 感恩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美丽的营运长 以及感恩我们德乡总裁 郁信姐的邀约 让我有成长跟谢天的机会 今天我来分享癌症心法 我本身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发掘自己右胸 乳头肿大 还有硬块 还有瘀青 那我一向也是一个健康宝宝 那若是有稍微的毛病 我都不会去找西医 我也不敢吃中药 我都会靠物理治疗 那当我在2020年 发觉自己嘴头肿痛 也不会很痛 就稍微痛痛的 那我对癌症有一个认知 它是毒素的累积 那毒素的累积 就是气血循环不好 因为我以前的个性 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用忍的 老实说不能要用忍 要学会吃菠萝 菠萝蜜 真的是这样 来到超码就新年打开了 那我发现这样 我也很开心 我也物理为意 就用我自己保健的方法 来处理我胸部的问题 那有一天 老师在供修课 还有透过做太阳里面 能量产的提升之后 既然就拿起我们的健康密码这本书 健康密码这本书是老师的第二本书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那我拿起来 一翻开就翻开 健康密码的第三步 然后我就开始导读 当我导读到十字二的时候 有运及天地之爱 在147月 那我导读这边 他天地的爱是健康密码之一 不如我读到这一段就很震撼了 就全部把它读完之后 我就拿起那个手机 就把它录音起来 然后又导读到口诀心话的时候 因为当我刚进来超级生命面的时候 子方学姐就有跟我讲 说每天一定要练口诀心话 可是那时候在练口诀心话的时候 就这样带过去而已 没有入心入灵的面 当我在导读这一本健康密码的书 导读到口诀心话的时候 我就很入心入灵的面 那一种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我也把它录音起来 到见到那个癌症心话 他最后一句话他就讲说 没有癌症心话的人 可以做心话 他会化解你某种隐形的不能量 那我读到这一边就更高兴了 我就也把癌症心话录起来 那开始从5月28号开始 我就开始做 做着步骤一二三完 我就会到我家的两海外面 开始做呼吸法49次 这样一呼一吸的做 做完之后就开始做天地的爱 感受天地的那爱的心话 然后再练着口诀心话 再来做癌症心话 那当我做癌症心话的时候 他里边有一段话 他就说 根据你忏悔力的深浅 和发愿力的多少 影响了葫芦里金色粉末的多寡 你把金色粉末倒出来 身上致癌的部位 感受着天地的爱与祝福 并且深深地感恩这一次的机会 让你有起始回生的可能 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 从始不再放任何过错 并重生以后 对生命的做法和态度 就因为你的诚心瞬间感动了天地 幻化出一道金色的瀑布 这道神圣的瀑布所流出的水 并非一般的水 而是金色的能量水 你很自然地走向瀑布里 洗涤去除你身体内外的孤会 你看到身上所有不好的东西 都随着部的洗涤而排出体外 刹那间你感受到自身的癌病 便已有了着落 同时也得救了 就因为这样我开始做了第三天 真的就照我 我就是照着这个话语 然后把它观想入心入瘾了 坐着坐着到第三天 真的它就排出不一样的液体 平常都会排出那个血液 少少的血液 结果第三天开始 就排出了不一样的液体 是铁灰色的液体出来 然后排了一个礼拜 就停止了 就把你体内不好的东西排出来了 到了第21天 第20天它有讲说 用上了那个癌症心肝 你好好地做 21天应该会给你一个答案 可是我就在第20天 真的很感恩 我从外面做生意回来 发觉我右胸部怎么施施的 我就进去浴室 拉开来一看 整个血块 那个血块一块一块的 都排出体外 而且又有血液 那我就用生理食盐水 把它洗干净之后 发觉那个乳头 就自然的掉下来 也没有剪也没什么 真的好感恩当下 因为它后面有讲一句话 天地的爱是万民当 我看到这一句话 我真的好感恩感受到 那个天地的爱 真的是太伟大了 太伟大 让我又再重生了 所以我就这样 一路一路做到7月1号 整个都完全好了 真的让我重生好感恩 超级生命密码 尤其健康密尿 里边所有的方法 咖啡排骨我也有在做 真的让我们真的 会得到很健康很健康 只要我们打开心眼 好好运用老师的方法 然后如法实修实内 你的能量到哪里 你的得知良 就到哪里 天地都会给你满满的祝福 以及给你满满的爱 真的感恩大家 我的分享到此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每一位都是健健康康 身心灵都很棒的超马家人 祝福大家事事顺利 感恩大家的聆听 嗯 嗯 嗯